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 我觉得创业的话就是可以帮助社会更多人可以就业 那我觉得那社会更多人就业 那对整个国家经济都会更好 那对我觉得创业可以让一个人不断地学习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业 对我知道余总其实在创业这一方面 他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余总不好意思讲 我可以特别讲一下 因为他常常在帮助很多可能二度就业的一些妇女 或是可能是亲寒家庭户 包括他可能有一些是失婚的妇女 然后余总在这一方面其实都不遗余力地在做推广 对曾经我到一个分店有个美容师跟我说 他是二度就业 那可能也是有些失婚的状况 对 然后他说来我们公司以后 他觉得我们公司好像 找到人生的目的 对 找到人生的目的这样 那包括说也是我们最近一个台中店也是 那他说本来他对这个美容师说 本来他对美容已经失去信心了 那自从我们美梦成真接管以后 他觉得哇 对美容又充满希望 对那这些实际的案例我觉得是很棒的啦 就是说帮助社会一些更多的一个机会 对那我想请问总裁 因为其实你经营店比方说从一家到现在41家 那一定是不可能每一家都赚钱的 那我相信每一个老板呢 其实最伤脑筋的就是说 那有的店可能面临有亏损啊 或是业绩并没有想要动得那么好 那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瓶颈 我觉得就是找方法 成功者找方法 我们就是不断地找方法 那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家 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有碰到瓶颈的店 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做好 是这样 那我觉得一句话我一直当作我的座肉铭 就是说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就是你要成功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只要是碰到对的人或对的事 那我们就是努力去做 不要放弃 那坚持继续不断地脚踏实际去做 那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也是会成功的 宇总这句话其实影响我很深 因为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早上喝咖啡 那当然我们也会闲聊啦 可是宇总都不断地鼓励我 他说千万不要放弃 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其实就是离成功很近了 对 没错 所以他说如果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啦 对不对 可是宇总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一般人来讲的话 可能讲都很容易啦 可是在心灵的调试部分 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呢 我觉得我常会到那个佛光山去 还有看书 看一些师傅写的书 我觉得师傅写的书 是我一个心灵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支持 那师傅讲说 其实什么都好 样样都好 当你碰到好的事情 它也很好 那碰到不好的事情 它也是好 因为你可以从中再学习 所以我觉得面临人生的每一个面 我觉得都用好的思想去想 好的观念去想 那我觉得都会很好 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碰到好的也好 碰到不好的也好 对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对 所以变到 反正其实就是用心态的一个调整嘛 如果碰到不好的事情 也把它当作一种学习 跟一种鼓励的话 其实不好的事也会变好的事情 是 对 那我们知道呢 余总最近有出了一本这个 钢铁心灵总裁学 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座右铭 都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人的心灵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要出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在两年前 那刚好有个姻缘 认识了这个出版社 那他了解说 我们公司的一个 这十年的创业的过程 那他听了觉得说 那这样的故事 对一般社会大众 应该很有激励的效果 那我就跟我说 那是不是来把你的这个公司 十年的过程把它写出来 那可以激励很多人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跟我的初衷一样 就像说 我当时在十年前 面临挫败的时候 也是从书里面 看书来激励我自己 那我觉得只要书中的一句话 有激励到我 那我就起来了 所以我写这本书 也是写了很多激励的一个句子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句子 你又起来了 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最大的目的 那你现在在回想你 比方说你十年前 可能很多亲朋好友 每个都叫你放弃 都是叫你说不要做了啦 因为又不赚钱 然后又负债累累 你现在在回想过以往呢 你的现在的心态是怎么样 我蛮感谢很多人 因为其实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 那当然现在是很 也感谢那个时段 因为当你有这样的挫折失败 你才真的了解说 其实创业就是这样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现在才会想说帮助很多人 对 所以我觉得说 真的什么都是好事 那只是在碰到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善解 然后去努力 然后去找方法 那在节目的尾声呢 我们想说可不可以请总裁呢 给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几句呢 砥砺的心灵意志的话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呢 难免一定会碰到一些挫折 那我一直一句话 一直让我伴着我一次 这创业的过程 就是真的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就是你要成功的时候 那永远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替对方想 那我觉得说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那你 我觉得会比较圆满 对 不过谢谢呢 今天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真的受益良多 因为总裁刚才呢 特别跟我讲到说 就是事情呢 要有制度去管理 那至于人呢 就要用感性来管理 谢谢 那谢谢今天 余总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那我们的时尚生活家 下周再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